那我以前的观念就是 如果说爆发了疫情 是不是肯定不行让你出门了 可能连买菜都不行让你出去的 我这次发现说 政府都是在什么劝导 宣传建议 但是没有强制说 你一般民众完全不能出门 说话卷舌又夹杂台湾腔调 这位来自大连的网红 嫁来台湾已经超过七年 影片分享自己看到的台湾防疫状况 虽然没有明说 哪里的防疫观念是不出门 不过像我们分享 自己老家的防疫现状 说我的小孩可以去上学的时候 我的表弟确实是很羡慕 对 因为他小孩已经是几个月没有上学 在家里快崩溃 比如说像我表弟反复请假 然后到最后没有办法 就是直接放弃工作 要在家里雇小孩这样子 我觉得受的影响还算是小的 丽雅的影片主要分享台湾生活 或比较两岸生活经验 就算是来自中国 她也不必会称赞台湾 但也因此惹来小粉红攻击 就是因为我讲了这个题目之后 也受到不少的攻击 当然也是有非常就是认同的粉丝 有各种各样的人的一个 就是反应过来 然后我就有一点想避开这个话题 我后来就不太想讲这个 两岸的僵局 丽雅家在其中也很尴尬 因为只要称赞台湾 影片底下就会有网友谩骂 提醒她是中国人 不是台湾人 甚至说她是民进党侧义 我之前我不是被人家说 我是那个叫什么民进党的侧义 然后说民进党每个月 会给我八千 还是台币 被说是侧义 丽雅气到去报案 不过因为来自中国 她遇到的怪事 还不止这样 丽雅曾经收到匿名威胁信 写着她在大连的住址 或家人个资 让她倍感威胁 频道也因此暂停更新了几个月 为什么现在YouTube一窝蜂 有那么多的觉得是赞同台湾 至少是喜欢台湾的 目前的生活形态的 这些大陆配偶的影片都出来了 我觉得应该说有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认为至少有 一定是有跟我一样的认为 这就是我们要表达 我们的真实的心声 对于台湾的防疫 作为中国网红更是不会言的相当赞赏 而在台湾开餐厅的徐州妹子 虽然因为疫情生意大受影响 但对现状她已经很感激 政府我觉得其实台湾政府做得还不错 我个人认为 因为我大陆的家人是说 就是不许出去就是不许出去 你出去 你也出不去了 就是这样子的 在大门口就给你拦截 应该是他们的那种宣传 反而把台湾宣传得很 好像人间炼狱一样 平日中午没有客人 陈敏依旧摆好餐具 等待生意上门 问他担不担心称赞台湾 会被抹黑骂骂 他呛骂回答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在台湾已经生活了那么多年了 我享受了台湾的这种自由 享受了台湾的这种平和的这种生活 感受到台湾的自由后 无惧于小粉红的压力 他们终于自己大声说出 对这片土地的爱 新闻李永平 吕绍博采访报道